雲門五級位在新北市巴黎的排練場 三年前被一場大火燒毀 而雲門的新家現在落腳在淡水文化藝術中心 今天舉行了開工典禮 創辦人林懷銘特別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 讓雲門能夠有一個永續經營的家園 2008年的一場大火 讓雲門五級的排練場毀於一旦 經過了三年在炮竹聲中 雲門五級在淡水重生 雲門五級在與政府簽約並且募款約三億多元後 取得淡水文化藝術教育中心四十年的經營權 並且在週三正式動土開工 那林老師選擇了淡水 我想這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淡水充滿了歷史 是台灣 北台灣的發源地 我們祖先移民的開始 另外一個從私人的角度 林懷銘老師自己住在巴黎 每天看到這裡 就會想到這裡應該是雲門最好的地方 雲門五級的董事施正榮認為淡水園區開放後 年輕藝術家的創意可以透過雲門的平台展現出來 並且藉此塑造出台灣藝術的品牌 推展到國外 讓園區永續經營下去 雲門五級終於能夠在淡水規劃新的舞台 淡水園區位於央廣就職 創辦人林懷銘表示 央廣是歷史建築 應該予以保留 對於未來他表示仍會從容規劃與面對 感謝也希望各界繼續給予支持 真的雲門在這三年裡面 體制上有很多改變 因為不斷地學習 因為打開門來跟政府單位跟法規 跟社會各界都請教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新的旅程 然後非常的開心 佔地一點五公頃的淡水園區 擁有四座表演場所 林懷銘希望未來開放後 民眾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 稍稍放慢腳步 來到這個自然與人文交融的地方 一起參與人文藝術活動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宗 谢谢观看